其實就是看準這個商辦門面的需求 很多的共享辦公室 也都會選在這種信義區 或是忠孝東路東區這些鬧區來開 但是一個人租金的行情 確實也滿貴的 大概一個人租 一個月可能就要大概2萬到4萬塊 不等 不過現在還是滿熱門的 這個行情需求到底有多熱呢 朱老師 確實 這個對於 尤其是年輕的創業族群 這個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為我今天我要創業 我做不做得起來 我不曉得 我如果今天投注大筆資金 去住一個辦公室 要買了那麼多設備 如果最後我做不起來 我會賠很慘 所以很實際的例子 兩個一個是我太太的一個朋友 她過去長時間住在加拿大 她專門是幫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畫設計稿 所以商業設計的 她因為有事情回台灣來 可是她的工作不能中斷 但是她有需要很多的這些辦公設備 所以她就去找了這個共享辦公室 因為反正所有東西都幫她搞定了 而且有人來跟我接洽的時候 我都很方便 旁邊還有個像樣的會議室 可以開會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學生 他們現在也是在搞這個金融科技 那也是一樣的情況 我搞不搞起來不知道 我還在燒錢階段 可是我要去跟人家接洽的 我總要有個像樣的辦公室 所以他們也去租了這樣子 一個共享辦公室 所有東西都幫你搞定 我只要專注在我該做的事情 而且有客戶來 我可以洽談 我有一個還蠻像樣的辦公室 非常的好 而且我最重要的是 我如果真的做不起來 我隨時把的話百分year 我都太會來照 對 要 reserves 你去租一個辦公室 你最基本的裝潢 最基本的辦公 AOA設備 然後一些所謂辦公用品 燙不浪噹 沒有個幾百萬 你搞不起來 可是你說現在做這個東西 雖然說單價看起來貴 可是我彈性很大 我工作穩定了 我再去找一個完整的辦公室 所以說為什麼 現在這個東西這麼夯 也跟現在年輕人 創業有很大的關係 沒錯 就其實不只是 共享辦公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A級商辦 B級商辦 現在整個商辦的需求 從大到小都非常的熱 也帶動了這一波商辦行情 是嗎 沒錯 其實商辦熱 導致非常多投資人 希望可以藉由一種方式 可以搭上這股熱潮 基本上我們從投資面的 一個角度來看 有三種方式可以來玩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購買預售屋 你用投期款的一個本金 就可以去套利 兩年之後這個實體可能1000萬 這樣的一個金額 所以第一個是買預售屋 第二個方式 其實就是藉由買資產股的方式 來做套利 第三個階段就是用REIT 這個投資商品來做 我們一一來探討 第一個 如果你是用預售屋的話 動不動投期款 就是一兩百萬 我哪來這麼多錢 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其實對小資族散戶來講的話 要搭上這個熱潮有一定的難度 第二個以資產股來看的話 通常最近一個新聞 就是說南腔國際用天價 每瓶100萬的一個金額購買 9000坪南港輪胎 這樣的一個土地面積 當然帶動南港輪胎 整個資產規模大幅上升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種題材面很難去追到 這種題材面通常一過 通常我們以消息已經反應完了 第三檔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REITS REITS它是針對商辦 主要是商辦和商場 來做一些租金上的一些收益 目前REITS一共有7檔 平均殖利率大概就大概 2%到3%左右 略高於儲蓄險 但是低於股票 有哪些標的呢 比如說這邊名字都差不多 富邦一號 國泰一號 星光一號 多數錢公司有沒有發現 對... 其實我們有看到 都是一些商辦 來讓大家做一些買進 雖然殖利率不高 但是相較於整個景氣木酸蛋 來看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保守性 防禦性的一個統治產品 他們就比較穩健對不對 因為這個需求短期 都還是會持續看證的 可以搭上這股熱情